川普政府全力移交之后 外界也关注卸任者的动态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打出了1384天 那短短几个字7个小时就有上万名的网友转推讨论 其中很多人留言猜测 这相当于三年多的数字 会不会是蓬佩奥预告有意出战2024年的总统大选 而蓬佩奥团结全球抗共 大力支持台湾的形象升职人心 那么他曾担任过众议员跟情报局局长 他担任川普政府的国务卿任期不到三年